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各位姐妹各位朋友大家晚安 我們今天看起來好像是一個 戲中戲劇中劇 可是今天各位知道 今天一開始當代的劇業 我聽到他們想到冰風暴的時候 我其實想到一個幾年前的場景 幾年前我跟我的家人一起開車 到時候我們在加拿大的西岸 福哥華我們開車要到美國的 舊丁山灣區的地方 去參加一個特別的聚會 我記得那個也是差不多 12月份的一個季節 所以當我們開車從 加拿大的VC省開車南下 要經過美國的華盛頓州 經過美國的奧瑞崗州 要到加州的北部的時候 當時我剛好下了冰風暴 在那個冰風暴中 我記得我們的車子 剛好在奧瑞崗州 所有的路上還有廣播中都說 如果你要繼續在這個冰風暴的天氣 往前走的話 你需要把你的車子加上鐵鏈 哇 我是從渡泰華做去 我在渡泰華開這麼多人的車 我們家的車是四季灘 然後在冬天會換雪灘 我覺得沒有必要 後來我想我也懶 我想說沒有關係 我們是加拿大人 加拿大人來到美國 也許可以遵守美國的華盛領 所以我們耗著一點 耗著一個所謂的整體的信心 我們就在那個暴風裡的天氣中 跟著其他的車 在奧瑞崗 如果各位去過奧瑞崗都知道 那個事實上是一個 要翻山越南的很陡 其實不容易走的一個 高山的一個斷的山路 平常我開車高牆狀態 所以我開車看到大堂車 我覺得第一個它很高 主愛我的視線 第二個它開得很慢 我實在沒有再次跟在大堂車的後面 所以平常我有機會開車的時候 我一定會超過大堂車往前走 當天是完全完全不同的景象 我記得在那個冰風暴中 我的雨霜已經開到最快 最高的那個速度 可是迎面而來的那個暴風雪 讓我幾乎沒有辦法繼續的往前開 你刷過之後沒有兩秒鐘 馬上雪又突然蓋地衝過來 我真的是那時候真的是覺得沒有辦法 我覺得是不是不應該再開下去了 可是在旁邊休息的話 馬上就被雪全部都蓋住 我覺得那樣打人更危險 所以我們後來做了一個禱告 我們就憑著決心往前開 在那個搬山越嶺的道路中 我們一直緊緊著跟著一個好大好大的塔車 那個大塔車我記得大概平著時速 大概20公里的那個時速 每小時20公里 在美國那個搬山越嶺 奧瑞當州的那個山路中 緩緩的前進 我們就跟著大塔車 還不敢跟著太近怕撞到它 我們就慢慢的 遠遠的跟著它 有時候開的太慢 大塔車可能離我們遠一點的時候 我們就看著大塔車它開過去的那兩條痕跡 我們慢慢的跟著那個痕跡往前走 感謝主 天黑的時候我們也搬過了那座山 平安的到了二位當州 加州北部的山下 感謝主 我們趕快離開那一條高速公路 到了附近的一個那個雨店去休息 我記得我離開那個高速公路的時候 看著我前面慢慢遠去的大塔車 我心裡面心裡面充滿了感情 我從來在我的人生開車十幾年的生命中 從來沒有一次那麼那麼的感激過一個大塔車 各位其實我們的人生跟我們有時候開車是一樣的 在剛剛的故事剛剛的不同的場景中 你看到人生所要遇見的許許多多的風暴 人生的風暴有時候比我們在路上碰到的風暴更為險距 因為路上的風暴是一天一夜 你真的不想開車你就下來休息 明天天氣好你再上路 在人生所遇到的風暴中 有時候由得你跟我可以離開那個現場 在夫妻緊張的關係中 在男女朋友提防對方會被拚腿的壓力中 在我們加拿大三代同堂 父母親跟子女 父母親跟我們的孫子孫女 這個不同的教育的觀念 還有我們跟對方的父母親之間相處 有時候往往有一個不容易的緊張的關係 有時候我們看到我們 剛剛吳飛俊兄說他工作的壓力是那麼的大 明確工作壓力很大 我們過去看到北維的股票往下跌 我們真的心裡面會擔心會焦慮 加拿大的經濟到底是怎麼樣 這個經濟的下坡會不會影響到 我們許許多多弟兄姐妹跟朋友前面工作的生計 我們十年前我們覺得在政府工作 算是一個非常穩定的一個工作 今天你還聽到政府還是說要財源 而且不是只是口傳 不是謠傳是已經用形同正義 在不同的部門開始要財源 你看到甚至看到很多的弟兄姐妹跟朋友 我們身體上有一些病痛 說實話到我這個年紀 到我這個我是文革竟延伸的 所以到我這個中年人的年紀 我其實跟在座許許多多跟我年紀相同的 或者各位長輩一樣 我們心裡面都會有一個恐懼 我是不是該去做檢查了 為什麼這個地方常常回歐 為什麼以前不會歐 現在回歐 你會奉勸你的妻子 你的配奧 你的母親 是不是每年應該去做一些副科的檢查 這些其實我們總是 總是活在這樣的情況中 常常我們聽到看到我們的朋友同事同學 這個人有cancer 那個人有炎症 我們常常有時候會想 下一個是不是我 幾年前我在溫哥華讀神學的時候 我記得我有一個學長 他也是剛剛從神學院畢業 他年紀大概只有大十歲左右 雖然說只有大十歲左右 可是他後來得了一個癌症 後來得了cancer 後來沒有一兩年 他就過世了 我記得當他聽到他得癌症的時候 我下意識的每次回家 我就開始東摸西摸 我就摸我的頸子 摸我的不同的部位 我就很擔心 有一些該跑出來的東西 更跑出來 後來我去找我的家庭醫生 他說 你太擔心了 我那時候還有十歲 他跟我說 你這個年紀 必須要這麼擔心 可是我旁邊的人都是這樣啊 我神學院的學長是這樣啊 你叫我怎麼可以擔心 我真的當心我們人在人的生活中 也確有很多的無難 我們還有一個很大的無難 是剛剛 這來說沒有直接提到 可是我們其實看到 這在我們生命中 常常常常 反復出現的一個場景 就是我們人心裡面的一個罪 我知道各位 各位很多朋友們 你聽到罪 你一定會很難看 你覺得什麼叫做罪 我又沒有犯罪 我沒有殺人犯罪 我沒有做什麼犯事 怎麼會有罪呢 讓我跟你分享 我們的罪是什麼 我們的罪就是我們一個自私的念頭 一個貪婪的念頭 一個看不得別人給我們好 那個驕傲的比較的念頭 那個看到自己的子女不聽話 看到你的老婆不聽你的話 你有一個憤恨 那個憤怒的 要希望他批底化的那個念頭 你總是覺得我比你們好 我比別人好 我是一家之主 所以我說了應該應該算 很多時候我們就是 對這些念頭來捧訪 而且這個念頭 一而再再而三 又犯了演變的時候 你會甚至會變成苦毒 那個futureness 那個苦毒會在心中 會發酵 有時候你動不動 被同樣的一個事情 被同樣的一個人 一而再 再而三的人 你就開始生起腦袋 你常常是覺得別人不對 可是當這些事情 一再的發生在你自己身上的時候 有時候關起門來 我需要問心自問 是不是我自己有這樣的問題 為什麼我會這麼容易的 被這樣的 被同一個人 被這個類似的事情 一而再 再而三的人 我需要跟各位承認 我從來不是一個手 我的手 從來很笨重 很不好 所以我們家其實很丟臉的事情 很多事情 要靠我 靠我的弦內住 我的師母 我的太太 他在一個非常handy的家庭中成長 所以他到我們家之後 在家裡要修什麼事情 我都說明明交給我 我差一點就是去那個 去那個叫什麼 你們最喜歡去的地方 home people home people 我差一點 差一點有了年聖誕 聖誕禮物的時候 就要買一個那個 最 最 道具最齊全的東西送給他 因為我知道 送給我 我自己有什麼沒有用 我不會用 我那時候太笨拙了 有一天我們家的抽水馬桶換掉了 所以 當然這個只請我的太太來修 我知道 我自己很丟臉 我說 你有朋友就修 沒有沒有關係 我知道你在忙交給很多事情 沒有想到 那一天回來的時候 真的修好了 那抽水馬桶那個 那個暗 那個叫做暗線 是不是 那個暗 把手 那個暗的把手 真的給他修好了 哇 我真的是對他有一個由衷的感激 自己 他跟我講一個意思 他說 這個東西呢 按下去它不會太撐了 這個東西呢 你記得按下去之後 你要把它 撥上來 我說好 如果不撥上來的話 那個抽水馬桶 就不斷在那邊抽水 不斷在那邊循環抽水 我發現人的罪就像這個 這個我太太安的這個抽水馬桶 把手一樣 我們人的心態就是 如果我們沒有辦法 靠著一個外在的事量 來幫助我們的話 我們就常常 在我們這些自私 驕傲 痛苦 惱怒 憤恨 嫉妒 這個循環中 一次一次一次的打轉 有時候 你也許想不到 你會說讓我撥回來 可是讓我跟各位分享 我相信 大多數的時候 我們沒有辦法 靠著我們自己的力量 把那個抽水馬桶撥回來 我們常常活在這個 這個 這個 一次又一次的這個循環中 這個是最 在我們生命中的困綁 你真的不想去害任何人 你真的不想跟你的家人吵架 你真的不想打你的小孩 可是很多時候 立志行善有得我 行不出來 由不得我 我真是苦吧 這就是人生 我們生命的寫照 所以 今天我們唱這個詩歌 耶穌現代人希望 他告訴我們幾件事情 一件事情 就是 耶穌在這個我們人生的風暴中 如果你願意打開你的心 去認識 去甚至接受 這位 將士為人 為你跟我 所有犯下的罪 上了十字架 因為他上了十字架 洗禁你跟我 所有 曾經犯過的罪 現在人來想要犯的罪 將來可能還會犯的罪 他把這些罪 都完全為你跟我洗禁了 各位朋友 如果你有感動的話 你可以 打開你的心 嘗試 接受 主耶穌基督 盡到你的心中 這個嘗試 讓我跟各位分享 這個嘗試 在我們在座 在我們教會 已經有許許多多的 弟兄姐妹 他們過去也彷徨 他們過去也懷疑 他們過去也不認為 這個主耶穌基督 真的與我融合胎 我真的接受他 就可以改變我的生命嗎 他不是猶太人嗎 他活在兩千年前 他跟我們今天 在渡泰華的 許許多多的華人 移民 公民 有什麼關係呢 可是當你跟我 而且不只是你跟我 許許多多 我們在座的弟兄姐妹 在教會以外 另外有許多不同 教會的弟兄姐妹 他都可以跟 分享 耶穌基督 靠著耶穌基督 不是靠著我們 自己的意識力 真的可以 幫助我們 幫助我們脫離 這個 罪惡的不斷的 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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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家裡抽水 滿滑頭 可以不斷的抽水 你的生命 也不再 也可以 不再需要在 最終 不斷的打算 而且耶穌基督就像 我剛剛一開始 跟各位分享的 祂是 在黑暗中 在冰封暴中 帶領你跟我 走出這個黑暗 走出這個人生 風暴的一個 灵燈 如果你願意接受 查一下 祂有時候開車的速度 你卡車快 有時候我們跟不上 祂像卡車子弟一樣 慢慢的往前開 慢慢的吃一 你跟我 祂在我們不同人的身上 不同家庭身上 會用不同的方法 來幫助你跟我 解決我們生命中 大大小小的問題 請不要誤會說 我們的問題 每個問題都一定 只要記得耶穌 一定解決 我的意思不是這樣 我的意思是說 靠著耶穌基督 我們的人生 會找到目標跟失望 靠著耶穌基督的力量 除去罪惡的捧绑 你可以找到 而且可以看清楚 跟著耶穌基督脫離 崩抱 看清楚人生的方向 我最後要用這個詩歌 最後有一句話說 耶穌基督給我們 給你跟我 愛的生命 我覺得愛在我們人生中 是非常欠缺的 剛剛我記得 聽到一句話 這句話讓我想到 我們什麼都吃 就是不願意吃虧 我們什麼都有 就是沒有愛 我們來到北美 我們什麼都要 可是就是不要 覺得神跟我們的成功 沒有任何的反應 可是你知道 如果我們有所有的財富 成就 所有的學位 有所有的大車子大航 可是你的家中 你的生命中 沒有愛的話 其實 我相信你心裡面 有一個空 空洞 是沒有辦法 被世界上 所有的故事 所填補的 今天我們可以送你 很多的聖誕禮物 可是這些聖誕禮物 比不上 待會可以接受的一份 就是主耶穌基督的愛 在哥林多前書 告訴我們 非常經典的項目四句話 他說 凡事包容 凡事相信 凡事盼望 凡事很安 這就是告訴我們 如果你 你的生命中 你的家中 開始有主耶穌基督的愛的話 愛是永遠是死 我覺得這個英文特別的震撼 我的英文說 Love never fails 愛是不會失敗 不是因為我的愛很厲害 我可以愛我的家人 我的愛會失敗 是因為主耶穌的愛 在你跟我的身上 讓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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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愛可以去去的 在 在我們的家中 在你的生命中 可以去去的 不斷的發展光大 在最後結束之前 我想 如果你今天有感動的話 我想邀請你 來接受這個 最好的禮物 這個禮物 超過待會 我們可以送給各位 新朋友的禮物 這個禮物是主耶穌基督的愛 在我邀請各位 來接受這個禮物之前 我要先請我們的師班 為我們唱這首歌 這首歌 然後呢 待會兒在唱這首歌 為了愛 Love Us When 這首歌的時候 我們青少年 有一個 比較大演的舞蹈 讓各位 來觀察 會 什麼 是愛